这是一张生轩纸,我们画一张写意 我用铅笔大体上勾出了山石的位置 初学山水画,有一个问题就是比例不对 大家一定要切记,可以用铅笔打底 我见过很多已经成名的大画家,也用铅笔来打底 用铅笔打完底之后,画的时候手上就自信了 就更细腻了,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先用铅笔淡淡地找几个位置,然后再开始画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一开始画的时候,用略重的墨,先从最主要的地方开始 这是一张生轩纸 晕得比较厉害,所以我们要控制好笔墨 速度要快,力量要足 我录制的时候,前面有一个手机的杆 挡着我的面部,把我给挡在了后面 所以说我画的时候手是别着的,所以大家会发现 我的手楼是侧着的用力 大家画的时候要记住,你要竖起来 尽量用中锋来画 我这样画,你看是斜侧着,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这个手别不过来,但是大家别这么画 要竖起来画 画这一组树木,每一组树木的叶子都不一样 这样的话更丰富,有大有小,有枯的有干的,有实的有双钩的 深圈指,虽然很难画细致,也很容易晕染 但是它丰富,层次拉得好 尤其是托表之后,层次会拉得感觉更大 手感也特别舒服 但它的问题是老折皱 所以大家又把它给压好它 还有就是它的画面效果 比起装表后要略差一点 还挺明显的 你像这张作品画完之后 它那种层次感 绝对不如托表之后感觉好 这是一张纯生圈 生圈指 对笔墨 手感 要求非常高 我们平时在练习水墨 线条和村操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一点 宁可干不可湿 宁可淡不可重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 临摹稿的时候 要记住一点 您得知道临摹的这张作品有多大 尽量和它的原始比例 要一样 非常重要这一点 还有一点很重要 大家注意看我这里面的线条 线条 有粗的 有细的 有干的 有湿的 大家在训练过程中 要能有这样的感觉 千变万话 这样看上去 它才是自然的流畅的 最害怕就是用小笔尖不停的蹭 我这个略为加速了一点 我的正常速度其实也挺快的 在生圈纸上 这个线条要一扬断挫 有快有慢 一般情况下来说 快的居多 慢了以后水分就容易晕出去了 与其说我们练习线条 还不如说是一种手感 一种和这个笔 笔感和笔墨的一种融合 绘画 是一种思维和技巧结合的 一开始 是脑子带着手带走 话多了以后 手就带着脑子走了 所以说 一定要多练习 没有那么多捷径 也没有那么多方法 我们 需要找比我们水平高的老师来学习 不是学 他有什么窍门 不是说他有什么秘籍 告诉我们以后我们就画得好了 不是这样的 是找那个 比我们水平高的老师来给我们找毛病 是要告诉我们 不要怎么做 而不是告诉我们需要怎么做 我们初学者 需要大量的试错 反复的犯错误 多练习 先达到 手和笔的这种结合之后 我们再开始提问 这时候老师的一些建议 对我们的帮助是更大的 纯生轩纸 现在整个画面的墨色 已经全部干透了 在这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开始细致刻画 我们平时买的墨汁 它的浓度相对比较淡 比较弱 只要喷一点点水 就会变得比较淡 如果对墨色的浓度有要求 建议大家买那些超浓的墨汁 我们用生轩纸 来画国画山水 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画上去的时候挺重 干了以后 发现特别淡了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本身加上水之后 它看起来就比较重 干了以后自然就淡了 一旦拖表起来 发现又重了 不但重了 层次还比较分明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墨 有一些特别好的墨 或者是用墨钉磨出来的墨 就比较重 不过重墨 一定要到最后的时候用 我们要慢慢的上色 最后的时候用重墨 提一下局部 这张作品 以花青为主来染色 局部 少量折尸 也就是说 用了两个颜色来染色 辅助了少量的淡墨 我以往的作品 我以往的作品 颜色相对比较纯 我是喜欢 我是喜欢 颜色多的这个画面 这张作品 颜色比较少 而且用墨比较多 几乎 每一笔 每一笔颜色里面 都有少量的墨 这样画出来 这样画出来 相对来说 比较稳重 我们近代的大师 黄冰红 就喜欢这样染 他是墨和色 混到一起来染 每个人染色 都有自己的习惯 每个人染色 我喜欢用狼蚝来染色 当然是小福的作品 因为狼蚝蓄水比较弱 画上几笔以后 笔上的颜色 就淡了 少了 这样再继续画 层次就 就能出现了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种方法 如果大家用羊好 或者是大白云 比较大的羊好 来画的话 把握不好 层次出的就比较慢 就会出现一滩颜色 腕绿丛中一点红 我们看一下干后的效果 一旦拖表起来 画面效果会更丰富 也会更重一度